二月 德國慕尼黑的黎明破曉前 氣溫就有攝氏六度 倒掉在半空中的鋼琴 搭配著燈光 鋼琴加雅蘭 螺切 指尖在琴鍵上跳動 動人音音符回盪在十公尺高的空中 穿透力極巧 全球持續陷入戰爭動亂的陰霾 人心幾位不安 來自瑞士的鋼琴加雅蘭 螺切 選擇在戶外的半空中 演奏他親自譜曲的冬至 就是希望他的音樂能跟大自然結合 讓聽眾真是體會大自然的循環 得到內心的平靜 它叫做冬季 每天我改變了一段時間 按照自然的聲音 我聽到每天的學習 即是在空氣溫度 在天氣溫度很嚴重 有很多風 雪 雪 雨 雨 全部都邀請進入食物 進入音樂的動作 雅蘭羅切不光是在半空中彈鋼琴 地面上的聽眾也都戴上耳機 耳機裡播放的是雅蘭用微信麥克風 到大自然中所錄製的大自然環境之一 與情深相互融合 產生了特殊的體驗 雅蘭羅切從2013年起就透過這種倒調在半空中的演奏方式 在全球巡迴演出 包括在自己的故鄉瑞士還有法國 甚至也曾到過中國北京 仍然表示利用這種方式是為了打破規則和慣例 帶給聽眾另一種不同看待事物的角度 而透過與大自然聲音的結合 也希望能在當下的亂世中 幫助聽眾們沉澱心靈 對未來懷抱著希望 我們的新聞 居然請編譯